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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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鐘也好 像我們今天講 三分鐘也好 它一定要簡稱一個 用語音跟影像 要達到一個指令的目標 傳達一個信息也好 說明一些事情也好 或者是一個商業行為 假設今天我是要 買杯子 賣水 這個是一個固定的目標 那整個這個過程中間 對我來說 是怎麼樣能夠對人溝通 怎麼樣能夠說服人家 對一個整體的溝通的一個概念 那麼最後講的是環境設計 設計是設想跟計劃 設計一定要有業主 也就是在家裡自己設計的方式 也可能是自己是業主 你要滿足的一定要一件事情 那麼對設計來說的話 有設想有計劃 最主要的是要把這個案子 安部就班從頭到尾 能夠完成 按照原來的構想完成 那麼以這樣來說的話 如果我整個成長過程 家庭對我的支持 就是給了我的信心 加上剛剛所談到一些 專業上的一些特質 我認為培育我的成為一個 潛在性的又領導性的一個 照明設計或者是設計人在 我看了他的電腦 我看了他的電腦 我看了他要把這個案子